小姐你好不好意思 现在要实名字登记 才走近抽伤立刻被拦下来 店员贴心提醒民众一头雾水 原来从15号开始上门消费 全面十连制 双北疫情升温到第三集 现在进入超商也有新的规定 就是必须要做十连制登记 才可以入店消费 拿出手机扫描 清楚填写自己的姓名 以及联络电话 台北市新委市双北四大超商 从15号开始都在自家门口 贴上QR扣给消费者来扫码 就是要实名登记 这也是为了这个疫情因应 我知道很多地方要 不知道超商也要 还好就是如果没带手机的话 可能你要写那个比较麻烦 就算没带手机也没关系 柜台提供纸本给消费者写 十连制定一天上路 不少人搞不清楚状况 直接走进超商 也有人乖乖配合主动填写 不光是莱尔夫 其他包括像是7-7跟全家 门口都贴上告示 要大家配合戴口罩十连制 疫情升级到第三集 7-7停止贩售自助区的食品 像是关东煮还有热狗 另外四大超商也都暂停开放 顾客使用厕所和用餐区 同时加强清洁与消毒 全民风景神经不敢大意 只希望平安度过疫情危机 TVBS新闻无惧显神简直到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